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重点词 这个书重点词不少 就是惭愧的 羞耻的 我们跟老师在大声度下 ashamed ashamed 惭愧的 羞耻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常见的是做表语来用 它的搭配有两个都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be ashamed of 对什么什么 羞耻的 羞愧的 后面当然加名词了 咱们看个简单例子 you should be ashamed of your behavior 我说你应该对你自己的行为感到很羞耻 做了一些非常缺德的事 应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 用这个搭配用的是对的 第二个搭配就be ashamed to do something 记住 叫耻鱼去做某事 做了事我觉得丢人 耻鱼去做某事 比如说你看这个句子 their behavior make me ashamed to be Chinese 他们的行为 可能有些中国人做了一些非常犹如咱们人格国格的事 他们的行为让我耻鱼做中国人 我觉得替中国人丢人了都 你看这个做某事很丢人 be ashamed to do something 两个大部分都行 第一个叫做为某事羞耻 第二个是做某事感到很羞愧 可以这么说 那么同时可以记录它的同根词就是shame 这个极无动词可以表示使丢脸使蒙羞 这可以当极无动词来用 直接加柄语了 使丢脸使蒙羞 我们的大声再读一下 shame shame 使丢脸使蒙羞 它的同一词同一搭配有好多 比如在四侧里面就会碰到这个词 意思类似 我们的大声再来面 disgrace disgrace 也是使耻辱使蒙羞 这个意思 还有像我们这个词也行 再来面 humiliate humiliate 也是耻辱使蒙羞使丢人 有这个意思 或者我们用习语 bring shame on bring disgrace on 也有类似的含义 我们的大声来面 bring shame on bring disgrace on 也行 注意这个bring这个词 我们知道这个bring这个动词 一般搭配是跟介词to搭配 bring the cup of tea to me 把那杯茶水拿过来 这是加to 但是如果后面加on 一定是带来不好的东西了 所以带来了耻辱了 这个使用的对的 在这个时候shame是名词 而刚才我们说shame是极无动词 我们看一个例子 他的行为使他的家人为之羞耻 给家人蒙羞了 我们可以分别用 his behavior shamed his family his behavior disgraced his family his behavior humiliated his family 或者his behavior brought shame on or brought disgrace on his family 表达都对 我们把这些搭配还不如把力去 不得记住 在生活中咱们拿过来就可以用了 老外不用专门的背 为什么呢 他们是潜移默化的 慢慢就印在脑子里了 天天说 天天听 天天写 天天读 不知不觉的印到脑子里了 那么他们是不知不觉背起来 那我们的重复的变数 没法比 怎么办呢 我们只好有意识的背起来 你一天看一遍 看了二十年了 记住了 我一天看音一遍 我也记住了 我比你还数呢 效果是一样的 记住 重复重复再重复 英语没别的 就是两个字重复 要不然你记不住 好 我们把这个 姥姥记住 下面再看看 他的shame当名词来用 也特别重要 而且容易记错 做名词来用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注意 表示羞耻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 那还有一个重要意思 表示可惜 都用它 表示羞耻或可惜 当然用在不同的搭配里面 比如说我们看看 这个搭配 shame on you 这是常见的口语 叫什么呢 真丢人 真羞耻 做这种事 我们说别人做了一件 缺德事 做了非常有伪道德的事 shame on you 真丢人 就这么一个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这一定是对方做错事 或做了非常丢人的事 咱们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一个搭配 别翻译错了 也是口语用法 我们大声间都讲 what a shame what a shame 这个不能翻译成 真丢人了 得翻译成什么呢 哎呀 真可惜呀 这个里面shame 翻译成可惜的意思 注意 what a shame 哎呀 真可惜呀 相当于 I'm sorry to hear that it's a pity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咱们先看一个简单例子 这还是个dialogue 第一个人说 John is sick and can't come to class 约翰今天病了 不能来上课了 第二个人说 what a shame 能不能翻译成 哎呀 真丢人 这病了有什么丢人呢 又没得性病 对吧 我说约翰病了 大家不能上不来上课 哎呀 真可惜 今天课多重要的 真可惜 what a shame 这个搭配特别重要 我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 what a shame 可以这么来用 你不先咱们再看一道 听力真题 当年的考试听力真题 咱们看看是不是 有这个含义 好 仔细我们先听一遍 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Number four Just as Sarah was opening the present I realized the camera wasn't working what a shame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 我们再来一遍 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Number four Just as Sarah was opening the present I realized the camera wasn't working what a shame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女人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看一个选哪一个 好 咱们看 很明显应该选择 C选项 对吧 It's too bad The camera didn't work 这个照相机不能工作 简直是太糟糕了 为什么 他说 哎呀 真可惜 是这个意思 咱们把原文再看一看 Number four Just as Sarah was opening the present I realized the camera wasn't working what a shame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你看这是两个人对话 第一个男的说 Just as Sarah was opening the present I realized the camera wasn't working 正当 Sarah把这个礼物打开的时候 我明白了 这个照相机不能工作 她可能送给Sarah 一台照相机 但是没注意 Sarah打开以后 哟 照相机坏的 不能工作 这个 另外一个女孩 oh what a shame 哎呀 真可惜呀 真遗憾 是这个意思吧 不能说哎呀 真丢人呢 这个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真遗憾 真可惜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照相机不能工作 哎真是太糟糕了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看到shame ashamed 这几个相关词 重要的一些搭配 咱们希望 大家不太牢牢记住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道歉 这个词汇 哎 等会儿啊 这还有一个 差了一点 从这切一下 就把这个听力讲完之后 咱们切一下 后面还差了一个 这怎么切呢 我看啊 好 这个what a shame 注意翻译 不要把它翻译成 这个什么真丢人 一定是哎呀 真可惜 真遗憾 我们听到别人 经历一个不愉快的事 我们也可以说 what a shame 真可惜啊 真遗憾 这个意思 那么shame做名词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 比较特殊的用法 叫使某人相形见处 叫put somebody 或put something to shame put somebody 或something to shame 叫使某人 或者某个事情 相形见处 有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看一看一个例子 咱们的新概念 第二册 第73课 记录保持者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第二册的第73课里面 他说 they have all been put to shame by a boy who while playing truant traveled one thousand six hundred miles 我说他们呢 和这个男孩相比的话 都相形见处了 他是使某人相形见处 所以在这他们相形见处 用被动 他们都和这个男孩比相形见处了 这男孩怎么样呢 他在逃学的时候 play truant 固定搭配就逃学了 怎么样呢 一直走了 一千六百英里 一般人逃学呢 离家两三公里 就差不多了 他离家一千多英里 这个是创造了世界记录 这是记录保持者 这时某人相形见处 什么看到了 ashamed shamed 还有做名词做动词的 一些固定搭配 一些五星级的重点用法 老师在课上讲过的 一定是考试常用常考的 生活中常见的 希望大家牢牢把他记住 我们英语的大厦 就是这么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最后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向某人道歉这个动词 我们跟老师在大声度下 apologize apologize 这个词表示道歉 这个词本身的不难 但是这个词同样 必须记住它的搭配 我们先看第一个状态搭配 apologize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注意这个词是不及无动词 先加to somebody 再加for something 因为某事而向某人道歉 同样的咱们看例子 I apologize to him for being late 我因为迟到而向他抱歉 不好意思让人家久等了 刚才抽点赌 因为迟到而向他道歉 先加人之后 为某事可以加for something 就好了 这个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因为某事向某人道歉 好几个类似表达 首先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名词 或者make an apology 后面不变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也行 我们先读一下中心的名词歉意 apology apology make an apology 就类似于动词 apologize 也是向某人道歉 那么先加to somebody 后面再加for something 用法是一样的 还有比较通俗的用法 say sorry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事而向某人道歉 就说对不起 这个也行 像刚才那句话 我因为迟到而向他道歉 一般过去是 I said sorry to him for being late 这么说也行 这么说也可以 看到了apologize 它的动词和名词 都可以用在类似搭配里面 它的形容词呢 形容词也可以 咱们刚才见过 形容词可以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里面 apologetic 读慢了是apologetic 读快了之后 这个t同样会着化整的 这个声音 在大声里面 apologetic apologetic 也是道歉的 有歉意的 后面加借词about就好了 就对什么事情 充满了歉意 充满了歉意 同样咱们看一些例子 he was apologetic about his late arrival 他因为迟到 而表示歉意 因为模式 而表示歉意 后面注意加 这词about就好了 那么还有我们刚才 在31课看过的句子 不妨咱们再看一看 就是在146页 16行到第17行 146页的16 到第17行 咱们再回顾一下 因为认出来的这个顾客是谁 这个经理非常非常抱歉 并且严厉的批评了 这位售货员 还记得吗 我们刚才讲 repermone 讲过这个词 apologetic 表示抱歉的 有歉意的 如果说对模式 我们加几次about就好了 这是表示道歉 相关的几个重点搭配 记住 李老师的话 一定把搭配记住 我们的英语大厦的基石 才稳固 否则的话 你的英语大厦 是建立在沙子上的 一个一个单词 是一粒的沙子 这个大厦盖不高 但是我们记住搭配之后 就是水泥 就是钢筋 就是龙骨 这个大厦 这个大厦可以盖成100层 200层 都不会崩塌 地气就稳固了 好 16课 生词和短语 我们跟老师 先看到这 这种大厦盖的沙子 就是钢筒的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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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钢筒的沙子